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6强的比赛现场 我是今天的大会主席刘锦梅 在我身边的是本场比赛的计时员 他们是济佳琪同学 郑欣怡同学和黄允和同学 本场比赛的变题为 社交媒体普及化时代 有利或不利于民主政治 持正方立场的队伍是 马来西亚敦湖先翁大学 他们的立场为 社交媒体普及化时代有利于民主政治 他们的变手如下 一便 陈学琪同学 机械科技工程系学士三连级 二便 郑维汉同学 电脑软件工程系学士三连级 三便 苏伟松同学 环境科学系学士三连级 四便 赫紫阳同学 机械工程系学士三连级 大家好 请代表马来西亚东湖先翁大学 向在场各位问好 持反方立场的队伍是 十五杯亚洲学院 他们的立场为 社交媒体普及化时代不利于民主政治 他们的变手如下 一便 江新儿同学 法律系学士三连级 二便 黄国进同学 法律系学士四连级 大家好 三便 王凯伟同学 法律系学士四连级 大家好 四便 萧小柔同学 法律系学士四年级 大家好 请代表毕业系中文辩论队问候在场各位 接着 请允许我介绍本场比赛的五位评审 第一位评审 林子杰先生 他曾获得2010 2011以及2012年全澳大专华语辩论赛 全场最佳辩手 以及2012年全澳大专华语辩论赛冠军 第二位评审 郑宇佩女士 她是前马大国际大专赛辩论员 现担任市场研究员 产业管理公司董事长 第三位评审 周天健博士 她是1997年国际大专辩论会冠军 以及1995年全国大专辩论会冠军 现担任马来亚大学软件工程系副教授 第四位评审 王慧山律师 她曾担任全辩 金辩 福联青辩论评委 现担任律师 第五位评审 湘问汉先生 她是墨尔本大学前辩手 现担任红头黑须语成员 和公教教练团成员之一 好的 在比赛开始前 大会有两项温馨提醒 首先 在发言时间剩下30秒时 将会有一声灵响提示 而在发言时间结束时 会有两声灵响提示 变手需立即停止发言 双方队伍在自由辩论环节之前 都各有一次教练指导权 任何一方的教练可举派 向大会示意发动此环节时 双方教练将有一分钟的时间 上台队变手进行口头指导 事不宜迟 我宣布 第17届全国大专辩论会16强赛事 正式开始 首先 我们有请正方一变开篇立论 时间为4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 问候在场各位 我方的立场为社交媒体普及化时代 有利于民主政治 社交媒体指互联网上基于用户关系的 内容生产与交换平台 具有两大特质 第一 去中心化的传播结构 用户之间能直接沟通传递信息 无需两岸传统主流媒体提供信息 第二 即时性 社交媒体可将消息及时地传递到所有用户手上 社交媒体普及化时代指的是一种大众化的状态 在早期 普及化让人们多了一个交流和促进资讯流通的平台 随着时间的演变 售媒的类型不断增加 现有面指出推特 YouTube 等 配合在功能方面不断地以促进用户交流为主所做出的革新 更是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举例 面指出 不论是从简单的发状态和流连到如今的live视频 或是提供用户针对性回复信息的功能 都使得平台一的讨论变得更加的简洁有序 法国思想家和政治学家托口维尔成表示 他所希望能够呈现的真正民主社会 是能够让每一个人身上都享有平等 而不是只是极少数的人 民主政治在权力下方的过程中 会尽可能地追求自由和平等 拥有合理的知情权 人们在做政治决策上 拥有足够的多元资讯进行判断 而每个个体的声音 在人民根据相应讯息进行讨论和辩论时 能够被听见与众视 这样的民主政治是我们所追求的 我方将从以下两大面向进行论证 第一 社交媒体能够促进人民的监督和问责机制 在以往能够提供新闻给大众的不外乎几家媒体报纸 他们的经营权掌握在政府手中 因而政府能够控制他们来轻易地封锁消息 马来西亚政府在60年代 就曾经因为新洲日报报导打压华人的茅草行动 而撤销其经营执照 但在2015年 萨拉略报告网站揭入YMDB事件后 马来西亚政府尝试以相同的方式封锁消息 却不再奏效 网站被今后的新闻在社交媒体任持续地传播 激起名分 最终迎来了60年来首次的大选惨败 社交媒体的出现和网络的开放性 所带来的多元化信息传播 让人民的资讯透明度得到了提升 政府不能再轻易掩盖对自己不利的消息 此外 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方便网民交流的功能 例如网上投票与评论机制 多媒体转载 更是加强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双向沟通 马来西亚JPJ的面子书 人民可以直接上传影片来进行投诉举报 而不是单纯依赖执法人员巡逻搜索 或是一些难以避免的防锁程序 尤其可见 社交媒体的普及化 往上的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和问责机制 让政府重视人民的声音 并且搭建了更有效率的沟通桥梁 第二 社交媒体能提升人民对政治的参与度 并让人民接受更多元化的信息 在以前 人民只能是被动的资讯接收者 从主流媒体得到的有限资讯 而社交媒体的普及化 让接收者同时成为了资讯的创造者 以不同的方式 比如制造短视频 拿人包来发表自身的意见 将各种见解以不同的形式 集结于社交媒体 能够吸引到更多人一起讨论 香港周文大学亚太研究所 所发布的调查显示 高达70%5.6%的青少年 参与网上政治讨论 相比起线下政治讨论的55.6% 多了整整20个百分比 除了参与度的提升 社媒各方面的信息 也让人民更深入了解 当前政策和资深的相关性 唤起民众意识 而非只是在大选期间 关注政治 便指出官方数据显示 高达87个百分比的政府 会从社媒上侵取民意 并且针对民意基于回应 终上所述 我方坚决认为社交媒体普及化时代 有利于民主政治 谢谢 谢谢正方一辩 接着我们有请反方一辩 开篇立论 时间同样为四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 大家好 民主政治是什么 在许多民主国家 会把正当选举 少受服从多数 多数尊重少数的包容 视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 修吉尔曾说过 民主是我们试验过 最不坏的制度 所以虽然民主政治 有许多缺点和不足 但仍然成为 21世纪政治制度的热潮 要看社交媒体普及化时代 是否有利于民主政治 不能只看社交媒体的利与弊 而是要看 它有没有让民主变得前进 还是倒退 才能论证双方立场 我方认为不利于理由有二 第一 高防假新闻 在社媒上泛滥成灾 引导选民情绪 来操控舆论风向 侵蚀民主选举的正当性 让选举公信力不在 麻省理工学院 2018年的研究也显示 假新闻被传发的几率 高达70% 虚假消息的传播速度 也远高于真实消息的6倍 而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一套真正有效的筛选 和过滤机制 来杜绝假新闻的传播 导致人民所接受到的消息 真假参半 四真四假 新闻的真伪难辨 2014年印尼竞选 总统佐科威多多 在社交媒体上被假消息 塑造成华裔基督徒 和共产主义者 使原本7成以上的人民满意度 降低到了堪堪 胜选 同年的美国总统选举 剑桥分析的公司 使用非法获得的NB数据 对40岁以上的中老年白人 进行精准政治营销 帮助特朗普赢得了总统竞选 这种操弄选举的举动 让本应当家做主的人民 成为了情绪的牵线木偶 使人民逐渐不再信任选举 不利于民主政治 第二 社媒的信息碎片化会加剧同温层效应 鼓吹仇恨政治 不利于构建包容多元的社会 资讯爆炸的时代 社媒上的讯息大多快 很准 即数量大 更新快 句子足够简短 标题足够耸动 且针对性的抓住眼球 和个别群体的情绪 这就促成了人们 因无法过滤大量真假资讯 转向寻找哪种资讯 更加符合自己的观念 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后真相时代 人民的偏见被固化 想法更极端 甚至与其他群体 进行沟通的意愿也降低了 在香港反送中事件中 反送中的黄司接收到的 大多数是黑警 施暴和打压民众的讯息 而亲中的蓝司则相反 只接收到暴民的暴行 并称他们为嘎杂 随之更是由反中示威者 成立黄色经济圈 来背革和抵制亲中的蓝店 也让黄司与家人渐行渐远 在马来西亚 改朝换代后权威体制的情绪 倒手的反扑 种族分歧 贫富悬殊等种种问题 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 社交媒体在磨合期的渲染 并不能加以解决以上的问题 却放大了长期累积的差异 牵制决策者改革的勇气 社媒让注重理性 追求包容的民主政治 逐渐被扭曲成冲动的仇恨政治 社交媒体时常夸大政治博弈 和对立的画面 大幅度地削弱人民 对于民主政治的信心 让社会不再从包容多元的民意中 找到共识 让社会的步伐停滞不前 各位民主政治不是一场 昙花已现的热血革命 而是一段不断累积民主共识的漫长正途 而社交媒体普及化时代 看似短期内提供传达信息的便利和自由 实则却是放大了民主政治的短板 因此不利于民主政治 谢谢 谢谢反方一变 接着我们有请反方二变 进行一对三质询 时间为两分钟三十秒 有请 好 谢谢主席 大家好 首先想请问对方一变 我记录到你的点是有三个 你跟我讲它之所以可以促进到民主 是因为它有简洁给你多元的资讯去判断 可以促进问责的制度 以及可以促进双向沟通 我有讲错吗 第一个论点是问责 它可以通过这个避免资讯被垄断 让资讯更透明的情况 你要任命集结设计去问责政 第二个是参与那一块 所以在你的民主机制底下 就只有问责和双向沟通这两个层面吗 你要不要谈包容性跟多元 民主要达到的思想 要吗 双向沟通是问责其中一种 至于你告诉我 你没有回答我问题 我问你的是 除了这种形式上之外 你还不要谈民主政治所要实现的核心思想 就是包容以及多元的社会 要还是不要 对对对 我们核心就在包容多元的社会 好谢谢 所以我们达成共识 底治上你论证还不足够 你要跟我讲 这些提示讲带动去民主的核心 来我想请问三遍 三遍我想请问你 你跟我讲 网络上有很多元的信息 可以让你很好的去判断 对不对 对呀 所以你这些信息必须是 要真的呢 还是要假的 才可以让你更好判断 我们觉得真的咯 真的咯 所以你要论证的是 社交媒体上面有更多的真消息 不对 我觉得 首先我们可以有两个论证法 第一个是真消息更多 第二个是假消息更少 你要达到你的利益 是不是要论证 社交媒体上面的真消息 比假消息更多而已 仅此 我可以论证是要假消息 会越变越少 好你要论证啊 来 这边 你说你要论证 我再给你一个数据 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这麻省理工的 麻省理工大学研究就告诉我们说 假消息 比真消息所传播机率高达70% 你要怎样减少 你减少的机制在哪里 那个机率是速度的问题 总量你没有告诉我 不要偷换概念 所以他比他多70% 就是说假消息比真消息更多的时候 你要怎样做出判断 不是不是 对方 那个只是传播速度更快 但是传播速度更快 跟他的覆盖率没有直接对等的关系 反而我告诉大家说 今天皮油研究 对方没有 不是你 等下我给你讲 等下我在我的小间 我给你讲 他是又多又快 来 第二个你跟我讲 促进双向沟通啊 对不对 对对对 比如这个JPJ的例子上面 JPJ的例子 你跟我讲 我去JPJ投诉容易了 对不对 等一下 我可以去上吧 来来来来 那个是效率的问题 还是沟通的问题 等一下 他加强我们的沟通 也是种促进效率的方式 难道不是吗 你例子不对 那个JPJ只加强他的行政效益 行政效益 本来就是民主和新药 好的是双向沟通 你跟我讲 你去投诉不是单向了吗 好的 这扶级扶赢啊 谢谢 谢谢反方二变 接着我们有请正方二变 进行质询 时间一对三质询 时间同样为两分钟三十秒 有请 对吧 主编想请问一下你 今天我们谈普及话 说要谈一个动态过程 当然 就是从不扶级到普及到普及 跟不更普及 我们都要谈对不对 对 好 下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你 你觉得他不利的话 是不是社交媒体没有的话 对民主政治更好 对不对 三变 对 好 所以没有 如果要觉得他不利的话 应该把社交媒体丢掉 而不是改进他 对吧 不要在社交媒体涉及政治 你可以愉乐 好 越远离社交媒体越好 大型公司 甚至要远离社交媒体 但你还是可以用来玩 对方 您的衡量标准 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看民主前进还是倒退 请问一下 怎样倒退才能 正成您方立场 我们发现人变得更加不包容 你看废数上面 我们先谈实行的案件 所以请问一下 这个情况下面制度有倒退吗 对方同学 我们看民主不是要看制度 要看核心 对方 当然朝鲜也有所谓的民主的制度 也就是有所谓的选举 但你不是说它是一个民主国家 对方 核心概念包容 对方 好可以了 五分天下吗 所以我们总结来看 衡量标准 用我方的 因为比各方更明确 我们用三个标准 对方 媒体自由 参与度 跟透明资讯 好想请问一下 对方便有 你告诉我们说嘛 今天我们要谈一下包容性 对不对 对啊 你告诉我说 种族分歧的话 代表不包容 对不对 四变 是分歧达到仇恨 主导 才会影响社会 种族分歧 最小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吗 额 颜文奇想 英国 分而自知 把三大种族 分开管理的时候 那时候完全没有种族分歧 请问一下 对方便有三变 你的包容性 有没有达到 那时候也有 我方想说 是不是有一个时代 没有种族分歧 而是这个社交媒体 能放大这个分歧 对方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面 我们是有上 更多的谩骂 更多的仇恨 对方 四变同学 我想请问一下你 在宁方世界里面 越交流 会越分歧 还是越了解 看你交流的内容是什么 如果只是情绪和观点 它就会导致分歧 和仇恨 宁方认为 这个情况之下 达成最大 对民主达成最大伤害是什么 它让民主 离核心价值 越走越点体相是什么三变 可以让所有实际的伤害吗 我方先说 为什么我们 越来越包容 我们会更加的不包容好不好 所以我方 只要举出 对方 四变 只要我们举出现实例子当中 这个种族和谐问题 是越来越被改善的 就我方得证对吧 你可以尝试 所以动态过程中 你所谓的假新闻 跟舆论 假新闻 越来越少 也是我方得证的对吧 主编 宁方可以举重 假新闻越来越少 但即便假新闻越来越少 宁方也没有直接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正方二变 接着我们有请 反方二变进行质询小节 时间为两分钟 有请 好 谢谢主席大家好 第一件事情衡量标准 既然对方提出的是什么 他跟我讲 我们要有一个完善的制度 就等同于你 民主的这个政治 可是政治真的是这么简单吗 对方认为他的政治 只要我们有了选举啊 有了问责制度 这些东西 你就突然间民主了 我要跟你讲不是这样子了 政治本身 他就是要让一个社会能够安全的稳定的继续运作下去 因此 在这个看着政治模式 有没有推进 我要看我们是离着核心价值越近还是越远 好 这第一点 如果我按照对方的逻辑来讲 我们只看制度的话 朝鲜肯定是全世界最民主的国家 为什么 投票率高达99.99% 可是他最民主啊 没有 因为他没有实现人民平等 没有给人民话语权 没有包容性 他们要铲除异己 这才是为什么我们说 好险不包容 往下 今天为什么说我们做传统 这个社交媒体 他不能叫我们有下包容 我们举个例子就好了 我们看看现在的香港 以前从雨伞运动 传送中我们有这些人尝试跟政府沟通 跟政府表达诉求 走到现在的什么 走到现在的这个勇武派的 勇武派和勇武派的对决 他们现在走到什么 我有五大诉求 我绝不推让 我不退缩 我一直要逼你表态 我绝不推让 民主不是这样子的 民主的过程是通过有沟通 有谈判有妥协 去阶段性的去收割 从哪来的 而今天社交媒体是什么 他激化了两派之间的政治 虽然我们两者 我们都需要有真普选 可是社交媒体 他催化的观念是什么 一个有一个舞台 他就是把对方赶杂 另外一个就有种花椒 这种催化各位 催化我们自己的种族群体的时候 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不想去对话 民主最主要是什么 就是对话 我们要聆听个别的声音 如果今天他这样子做 他让我们不能够再去对话 我们变得不包容了 不能实际在民主家 我们俩越来越远的时候 为什么他不是逼大于利 谢谢 谢谢反方二变 接着我们有请正方二变 进行秩序小节 时间同样为两分钟 有请 谢谢大慧琪 首先分享一个很好笑的点 对方提出朝鲜 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的时候 请问下朝鲜有社交媒体吗 请问朝鲜的社交媒体 有普及化吗 反倒是对民主来说 这个反独裁的情况就是 独裁者最怕的是什么 人民多项交流 所以在中国社会当中 他们会限制社交媒体的普及化跟使用 在朝鲜他连社交媒体都不敢有 反倒是相对民主的国家 比如讲马来西亚跟美国 我们会促进社交媒体的使用 来达到更民主的效果呀 对方 我不是说你民主的前进跟倒退是错误的 我是说你这个判断标准太模糊 所以我们再走进一点 讲去判断前进跟后退 我们就要看民主的七大核心里面讲 而我方觉得最关乎社交媒体最主要在三点 就是媒体自由 人民的政治参与度 还有信息的透明监督权 这三点如果认证成功的话 便是我方得利了 所以往下看 对方便偶今天他告诉我们说 会有政治人物用社交媒体进行操弄 进行操控 我想请问一下大家 在平时大选期间 大家进行拉票的时候 带了一群人去到处拉票 去用很多的propaganda去影响你们的时候 这种时候是一种操弄吗 不是 唯有这个媒体 只有一个人在用的时候 它叫做操弄 可是很多人在用的时候 它是正常拉票行为不是吗 第二点 它告诉我们说 催化情绪 可是我方好奇的是 它民主最大伤害在哪的时候 对方体现不出来 我方告诉大家 在如果你在网上煽动 太过分的时候 这是法律管辖的范围 但是往下看 就连他在灰色地带 比如说之前 在shopping center里面 那个啤酒女郎案件都好 一个马来人说 怎么马来西亚可以有一个 卖酒的女郎在这里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整个社会都会去反驳他 不止我们华人 整个马来人自己都觉得 这些种族情色的演员 不可应该 所以我们发现多项交流的时候 我们不止有声音的释出 又不断的纠正跟交流 这是民主要的东西 才能达成共识 谢谢 谢谢正方二辩 由于正方教练要求进行指导 双方教练将有一分钟的时间 上台对变手进行口头指导 请双方教练到台前两侧准备 好的 有请 好的 谢谢双方教练 接着我们有请双方三变进行对变 时间为各两分钟 请双方交替发言 由正方先攻 有请 谢主席 请问你方 怎样去论证到人民是被操控的 从印尼的大选 当地的印尼大选 反对党政党 他们用什么样的口号 因为当地的那时候的候选人 也就是左科威 它其实是一个基督徒的背景 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揣测 他们就在网络上发布下 就说这个所谓左科威 它其实是亲中共 它其实是共产党 它其实要推翻 印尼穆斯林教育的概念 换言之这种假消息的冲击 在印尼已经实现 具体看到了 而且在印尼也有另外一个案件 也就是雅加达手掌 所谓中万学的案件 你有兴趣吗 所以我可不可以揣测 其实你在揣测 这些民意下降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不可能是本身 他们对总统的理念不同了呢 不对 因为的确 它是没有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系的 那我先谈中万学 中万学它其实在 在一个演讲会上 它说你们这些伊斯兰人 如果你们被所谓的 伊斯兰其他领袖误导说 你们不能投给我 这基督徒华裔的话 我会原谅你们的 我不会要求你们道歉等等 可是它却被反对党的政党水娟 恶意减其成 它想要攻击可兰金 这害到了什么 这害到印尼有50万人的抗议 甚至造成这个中万学本身 被判侮辱宗教罪 送入于两年 就能看到是 社交媒体的具体伤害 是已经有造成的 等一下对方 还是没有解决 你告诉我说 有这些新闻在操控 但是你怎样检测 它被操控 你是告诉我说 民调下降 为什么民调下降 可以拿来当成被操控的证据呢 第二个问题 照你方的逻辑来说 我们美国 总统候选人里面 花最多钱在操控的是三德斯 为什么今天三德斯没有当选呢 为什么我讲被操控 其实因为印尼的民调机构 也就是 SIFU MANGANI RESEARCH CENTER 它就呈现印尼人民询问 这个事件有关于中万学 其中45%相信中万学触犯的法律 因为他们只看那二一剪接片 二一剪接片 但有88%的人不懂 到底发生什么事 但觉得中万学有罪 所以这个就是操控的数据 换言之 您方现在告诉我 民众没有被操控的数据 在哪里给我 来对方我在质问你啊 你告诉我说操控 操控的人民被操控 整个最有效 那我问你三个是花最多钱 为什么不是他当选呢 可不可以是因为人民选出来 还有其他考量因素呢 所以我方正常操控 现在想问你一个问题 是不是民主国家 有所谓的社交媒体 就必然民主 问一下 好啦 所以对方没有解释 所以被操控这一块 我们不会单从结果 还有其他考量因素 所以这一块结 来再往下 对方我想请问你 告诉我说你要包容 所以你的包容是代表 要剔除那些有情绪化 有所谓的很煽动性的言论 这个就是你民主的包容吗 刚你方二边崔远大神说 这种极权主义的国家 不喜欢看到社交媒体 为什么中国有社交媒体 为什么中国有社交媒体 它被控制了 对方你有回答的问题吗 你的包容到底是要 把所有情绪化言论 边缘化 那是最好吗 因为越少人发声 就越少情绪化的言论 所以这是你方的民主政治吗 所以对方承认 社交媒体是可以被中国政府 控制来操控人员 对不对 所以越普及的情况底下 你看到吗 连中国人民都开始知道 他们的言论只有被控制 甚至有人在网上发帖 都被政府封锁 还有人大肆去讨论的时候 这个就是普及化带的好处吗 第二次追问 请问你的包容性体现在哪里呢 他知道了 国家民族主书上升多 给我数据 我觉得民主进程 虽然没有办法直接跨越 但是这个是民主意识的抬头 所以这一点我方拿下 第三次追问 在不回答之后 你真正的包容 是不存在的吧 你现在是在一个想象的国度 我告诉你 我要你给我数据 你说有可能有可能 我方已经说了 所谓社交媒体 也是可以论为 所谓的操控的工具 第二点我再请问你 你知不知道现在有150%更多的国家 正在积极操控社交媒体 好了 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 对方的民主政治 那个不叫包容 那个也不叫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的核心 是包容每一个声音 所以就算这些声音是情绪化 我们是要包容进来才解决 而不是因为告诉我们说 社交媒体会造成这个声音 我们不看 我们丢掉社交媒体 所有声音不存在 这个就是对方的包容 所以我们觉得 你跟民主的核心是有冲突 第三 我想请问你 是不是告诉我说 所谓的凯格上会受到潜质 那我想请问你 社交媒体上人民集合声音 去问责我们的政府 造成反弹或退独立 是不是一个改革的期限 那我学一直说 有包容有包容 我想请问 在刘国强说 要废除死期的时候 他们骂刘国强是什么 就是假设你骂 被强奸被杀死 你要怎样应对 请问这种言论 它如何促进我们更民主呢 正方三变 好的 谢谢双方三变 接着 我们有请正方三变 进行小结 时间为2分钟30秒 有请 谢谢主席 其实对方今天整个论调很简单 那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社交媒体 帮助更多人出来发声 帮助更多人参与政治的时候 突然间我们看到了 很多情绪化的声音 突然间我们看到了 很多煽动性的声音 对方告诉我说 不对不对 这个不是我们要的包容 但是你真的理解 民主政治底下 要的包容是什么吗 是我们把所有声音 不管你是情绪化的发言都好 不管你是很偏借发言 我们包容进来 我们让你在这个 社交媒体大环境底下 进行讨论 你讨论有思想的碰撞 才可以更正你这个思想 对不对 如果你把它变远化 你完全不纳入的话 那还要怎样改变呢 同文城的问题也一样 但是我先好奇的是 什么才叫同文城 对方理论底下告诉我说 其实他们抱团 有相同想法的人 集合在一起 就叫同文城 那我觉得 其实今天民主政治底下 所有的人都叫同文城 所以对方先去给我们解释 你的同文城是怎样 那我方告诉大家说 同文城几乎不外乎 就两种人 第一种人就是因为 资讯封闭底下 他们接受的资讯有限 所以他们有排外的心理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就算 今天资讯普遍了 他本身就是很坚定 这个立场 不想去听第二种人 那对于第一种人 就是我们社交媒体 去中心化跟透明化 讯息的过后 可以解决的人 我们要把它暴露在 这样子一个大环境 多元讯息的接受的时候 能够解决的的人 第二种人呢 就是告诉他 我们说越来越普及的情况底下 我们愿意包容 他们的声音进来 哪怕我们知道 不一定能够改变它 但是不代表我们要放弃它 我们也要把它放入 这个政治讨论大环境 这个就是我方对待 同文成的态度 回归到假信息的问题 对方整篇 只是基于一个论点 就是假信息 那我方质疑 我方告诉大家说 皮诱严峻中心 告诉我们说 人民在保持 在接收社交媒体的讯息的时候 开始有78些人 会保持质疑 然后去求证 这是为什么 因为假信息 其实一直都存在 但是这个社交媒体 让更多人可以发生的时候 假信息浮现起来 因为资讯爆炸了 但是这个是 完全社交媒体带来的吗 也不是 这个是时代背景 咨询爆炸的背景带来的 而今天假信息 而今天社交媒体 又抱着怎样的态度去解决呢 我们告诉大家 越来越普及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 我们的面子书 开始有这些所谓的筛选机制 他认为 他有一个独立的审查小组 认为这个吸引起来源 不可信的话 他降低他的传播力 他降低他的传播力 甚至是我们对于一些 根本是假信息 甚至有攻击性言论的 这些文章的时候 我们甚至是有法律去对付 因为他这个已经在 违反法律的那一个边缘了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说 在假信息这条路上 越普及的时候 他能够做得越好 而且人民在被骗了一次过 他会不断地反思过 他会进行提升变事能力 这个才是真正辨别假信息的好 谢谢 谢谢正方三变 由于反方教练要求进行指导 双方教练将有一分钟的时间 上台对变手进行口头指导 好的 有请 好的 我们谢谢双方教练 接着我们有请反方三变进行小结 时间同样为两分钟三十秒 有请 谢谢主意大号 其实对方的技巧是很狡猾的 他说什么呢 民主只要我有这个透明化本质 我就达到民主 但透明化从来不是达到民主的这个核心 透明化是我们要拿来追求什么 我们追求我们得到更多资讯 然后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我们在得到更多资讯的时候 我们会更加多元的讨论 更加包容 所以多元和包容才是重点 但您方看一看下 在这个社交媒体的体制下 当它透明化了 它也造成有什么问题呢 每一个人都可以讲话 而这时候每一个人讲话的人是谁 有普通的人 但也有所谓政府的水军 但在社交媒体 它和一般的现实状况是什么 在现实状况 如果你看到政府的水军 是由一个机器人 也就一个box所产生的言论话 你看到这个机器人 你就知道它是假的 但在社交媒体上 这些机器人 它就和一般人长一样的样子 它是真的 这是很可怕的地方 也就是当你在社交媒体进行讨论的时候 你不懂你在进行 跟你进行讨论 到底是一个确确实实的人 你看到在印尼的案子里面 当地人其实根本不懂 为什么中华学到底有没有 侮辱所谓的伊智兰教 但现实就是 他们还是因为被这情绪所带动 而到最后 进行了50万人的抗议 到最后中华学如意 这就是个现象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我方已经证诚假新闻了 而对方也认为假新闻 的确是不好 只是对方退水步 他说他们能证诚假新闻 在未来的趋势是越来越少 那对方从来没有提供数据 但我方数据显示 根据美国歧视基金会的数据写证 这些假新闻的24个假新闻的公司 他们每天 他们每一个月以内 他们就产生600万条假新闻 而且这些假新闻之所以难抓晕在里面 第一他通常不会全部都假 还会藏一些真的讯息在里面 什么叫藏真的讯息 就好像美国总统 他说美国经济萎缩 但这些都是所谓的非法移民害的 经济萎缩是实施 但非法移民是假的 他们就是用这种真假 放在推特上 你很难去判定 第二点是你要创造假 这样门口太低了 所以宁方无法从根本上 从社交媒体的本质上 去杜绝这假新闻的问题 打到最后对方 最后告诉我们一个状况是什么 就是我知道社交媒体 有很多的极端声音 但我们应该包容 宁方知道这个是什么态度吗 就是你告诉我说 我知道社交媒体不利于民主政治 所以我们要用包容的方式 去解决这不好的问题 况且宁方其实已经认同 他是不利于民主政治 而是应该用包容的手段 去解决这社交媒体的时候 宁方不就是在证成我方的观点吗 所以你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在证成你自己的立场 然后最后我知道要走向包容 这个东西很重要 但要走向包容不是用社交媒体 因为你躲在荧幕后面 你很容易发出一些不负责人的一些讯息 因为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你知道你不会被抓 但当你面对面讲话 当你看到那个确确实的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会为他着想 你的眼中有他 这时候才有的讨论 谢谢 好的 谢谢反方三变 接着我们将进入紧张刺激的自由辩论环节 双方各有四分钟 请双方交替发言 有正方先发动攻势 有请 请问一下对方病 是不是因为你害怕情绪化跟分歧 所以公寓仰留事件 你要让他扭矩住公寓 不是的对方 你从头到尾只跟我论证社交媒体 论有利于信息的传播 可是信息的传播直接等同于有利于民族吗 回答我的问题 所以在养牛事件中 我们可以揭发出来 过让这个牛停止养下去 是好还是不好 不是我想问你 你放的言论自由有没有底线 就是至少底线像我们过去认知的 不能发动煽动性言论 不能发动挑战敏感课题 这个底线你放式是要度让 法律底线一直都存在 你没有回答问题 所以你是因为要情绪化的言论要规避 你就放弃问责这一颗大块 解决有问题政府这个利好吗 所以对方要底线 只是在底线成立在法律上 我告诉你的 在法律你很难找到网民 为什么 因为网民他很容易就创造假账号 他不需要透露任何个人资料 就可以在Facebook开看 想请问你 你如果用法律的底线来制衡在社交媒体的乱象 今天Facebook一直在告诉我们 他每一年关闭了多少个假账号跟水卷的时候 我不了解为什么越来越普及 假账号会越来越多 所以对方这个监督这个利好 你方是要承认 就算有情绪化的言论也在 但是为了这个问责 政府有问题这一块解决 所以这个避害相对来的小 对不对 不好意思 你也认同情绪化语或是敏感性课题 是不利于也不是我们要的言论自由 而社交媒体确实导致这样的现象出现 所以首先他不利于民主 你方只是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叫法律可以解决 可是你没有否认他本职确实 再来伤害就对 所以第一点 情绪化言论我们是的确法律解决 第二你很难判定到底哪一个是极端人正确 所以我们暴持包容的态度 所以再来 对方现在不要打着公益 可是相反的我举一个反例好了 今天社交媒体同样有人散播爱 什么啤酒你懒的事件 就是大家虽然散打了视频 结果每个人跑去骂他 这不是一个正向的概念吗 对咯就是咯 你要有论证立场 你讲讯息传播多元有好的有坏的 所以那个论点是双方都可以用 我们用不同的例子会达到不同的结果 所以你能不能跟我讲 社交媒体必然导致真消息会更多 所以看到吗 今天有好有坏言论同时出来的时候 今天所谓言论极端化 并不是讨论的重点 所以包容下来是没有事情的 所以再来 OneNDB事件被揭发的时候 结果那揭发的网站 杀老爷报告网站被关闭 可是那星期 那星期通过社交媒体它传开来 所以没有社交媒体 你怎样做到揭发OneNDB 对方我知道你很理想 你告诉我言论有极端的时候 你要包容 你要包容我们也要包容 但是问题是你没有论证是社交媒体 在做到这个包容 你方有在论证立场吗 我方没有告诉你社交媒体 在做这个包容 而是告诉你民主的本质 就是要这样子的包容 所以对方没有再听我方说的话 第二次所以对方没有回答 就是因为社交媒体 对于这个问责机制上面 就算有情绪化的言论 我们也愿意接收 而去确保政府 在解决一个问题上面 可以进入到正常的管道 这一点我方收下 再来我问你 你要怎样去区分 情绪化跟极端言论呢 难道今天我抗费一点 我生气一点说话 我突然间错了什么 对方同学您方不要一直 正常理想状态好不好 我们看现实 所以重点是什么 重点不是对话 重点是要有交流 在现实的死刑课题当中 但刘国强说 我们要废除死刑 大家对刘国强做什么 做人生公议讲 假设你妈被强连死了 怎么办 我想请问这种对话 对我们民主有什么用 天哪 今天理想话到底是谁 对方没有期待说 多项沟通 面对面达成最好 我方当然认同 跟一个国家 比如讲马来西亚 三千万人要在一个平台上讨论 你要多少个copy店去装他们 没有社交媒体 以前我们跟别人交流 面对面必须要去说服别人 可是有了社交媒体 如果看到不喜欢的人 你就三好友 你就把它拉除掉 或者是你可以在封闭的小组 继续讨论自己的理想世界 或许香港反送中事件 蓝色黄色在各自的世界里面 互相把自己的事情变大 可是交流在哪里 等下你们交流长什么样子 就我只能跟我这个室内人里面交流 在另外一段世界 或另外一个地区 我完全做到隔绝的交流 就刚刚二边提到的 分而制止的时代 这个情况到底哪里有利于交流 不好意思 我学你交流的 永远只有跟你共同立场的人 现在的社会里面 我们社交媒体呈现的 就是两极分化 宝学 这些人确实跟 同立场的人交流开心了 确实他们都觉得 愤青就是愤青 然后另外一边觉得 警察就是废的 宝学 你告诉我 这样子的事情表达出来 对我们民主社会的包容性 建设在哪里 你跟我讲啊 纯推论没有异议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 比如说皮游中心要告诉我们说什么 法国 有了社交媒体过后 他们都明白各个群体的要求 每个政党要求 达到83%的高数据 请问一下这一点符合对方立场 芬兰这个民主指数排名第一的国家 从2017年到2019年显示 有了社交媒体过 他们网上的仇恨研究反而上升了 所以证明什么 每个国家 我们看到有些人仇恨研究反而上升 你不然可能是更加了解人民在消磨 但不代表人民讲到这里 反而变得更包容 你懂吗 对方你不要信心想顾 那2018-2019年 英年突然间普及到很夸张 这个东西转变是不逻辑的 在指出你们研究到底来自于哪里 不是 我发现正程的东西是 没有错 政府是的确知道人民讲什么 但人民讲的东西是不是更加包容 不是 而是更加仇恨的 所以你懂人民更加仇恨 对于你这个政党来讲 难道是要推出一个更加民粹的政府 是不是 好啦 我先指引你的数据 毕竟我们的皮肉研究中心 是针对全世界 这个意大利啊 英国啊 甚至我发现刚才提的法国 都是呈现了80多巴仙的选民 他们对于他们所谓在网上看的 是了解到其他政党的 所以并没有说两极方案那么严重 所以回归 我们告诉大家说 面子书上面告诉我们 有87巴仙的政府 在面子社交媒体这个平台上面 会去聆听跟人民进行交流的时候 就是促进一个双向沟通的 一个管道的提升呢 不许特朗普有聆听民生呢 结果导出来的就是把难民排出去 把我们的 这些本来有贡献的难民 觉得他们都是破坏经济的 不许请问这样子的交流有什么民主 所以看到没有 对方最严重的问题 是他错误理解了民主的方式 哪一个选择是正确的 黑鞋白鞋 特朗普哪一个政策是正确的 都不知道啊 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念想的时候 我们去做出一个政治参与跟角色的时候 为什么 这是一个伤害民主的体现 对方我知道选择可以有很多 但是问题是社交媒体的 信息碎片化造成 他们没有办法在充分的了解 信息之前就做出选择 所以你让民方的选择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 所以我们看一下对方没有碎片化 比如讲在台湾 一个budget list那么长 如果今天碎片化把它分成一个懒人包 只跟你说大学生影响的区块是什么 让大学生看就好 请问这是有利还是有弊 所以对方便有你所追求的民主 是在我不需要了解完所有资讯前 我就乱乱发言吹声出来这种监督技术 对还是不对 我们没有告诉你叫你乱乱发言 而是告诉你说懒人包对于一些相对 因为现在的社会就是生活激走很快 而且资讯爆炸 这个是大背景以下带来的 但是懒人包你要认真告诉我说资讯不全面 就很像我们告诉我台湾啊 蔡英文也跟所谓的网红合作 打造一个官方的懒人包 请问不全在哪里呢 同学所谓的懒人包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只让你看到片面的事实 而自己做这懒人包的人 他想让你看到什么你就看到什么 他想让你看到废出死刑够 犯罪率犯罪者可能更多 他就让你看到这东西 所谓的黄石和蓝石 他想让你看到警察报警 他就让你看到这东西 所以您方知道什么 但你在看中老人包的时候 你是受谁所操控 受制作老人包的人所操控 你懂吗 好啦所以谢谢对方承认 其实我们在懒人包制作的过程 我们让更多元跟更多角度 对于事情的剖析 出现在这个水面上 而我们今天 好的谢谢政方 对方最可怕的态度就在于 要告诉我们民主是怎样 民主是简单的 可以给我们看懒人包 可以给我们看片面化的消息 对方这就是您方提债民主 对方懒人包 送中世界的懒人包就是什么 不断地放到暴力行为 让原本追求的民主运动核心失掉 请问这是您方要的懒人世界吗 而且你懒人包或者是民调的话 都只是民主上的效率问题而已 那民主的核心思想包容多元 你方从来没有论证哦 我方说为什么世界美商 我们倾向更加不包容 为什么 因为我们躲在荧幕后面 没有人懂我们真实身份是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畅所欲言 我们可以把一些 我们平常不敢讲的东西讲出来 我们可以反移民反义识 但这些东西是不包容的体现 有些东西是有底线的 好的谢谢双方变手 接着我们有请反方四遍 进行总结 时间为四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大家 你方后半讲的懒人 懒人包 民调都好 这些都是民主效率问题 再像新加坡这些独裁国家 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 也可以达到效率 效率首先从来都不是我们 划分民主独裁的差别 所以你讲这个利盈 我可以给你 反正它也不是核心 你这时候跟我讲什么事 是你方跟我讲两个 第一个你跟我讲 情绪化的话语 应该表达出来 公开才能交流 交流才能纠正思想 或许 这个问题就很大 这是个理想化 可是现实事件是不是长这样 我们看到的是 香港反送中事件 黄色蓝丝是在自己的封闭小组里面 自己跟自己对话 后学你的交流在你 没有交流 哪里来的纠正 所以这是你方首先脱离现实的 讨论理想世界 第二个你跟我讲 假新闻可以通过管制 可是这有个问题 你会发现 假新闻如果管制过多 它很容易走向过去 第四权传统媒体的窘境 容易被政府控制言论 可问题是 如果它不管制 它一旦松懈 它又很容易导致假新闻泛滥 所以在这个管制的度上 社交媒体因为它的成本 传播成本更低 它是更难做到 所以对比起以前 它会更糟糕 所以刚刚我们来到一个东西 就是或许你讲知情权 你讲发言权 我认同人民要有这样的权利 可是这样的权利 要不要有一个度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发言 但是要不要可以伤害到别人 人生攻击 可不因为别人种族 因为别人宗教 有语言不同 于是你讲一些情绪化的东西 照理来讲在过去不能 我不知道为什么 来到现在这个社会 你突然跟我讲这个东西 都可以OK接受 我们要知情权 可是知情权是建议在 真实之上的知情权 可问题是 社交媒体带来是什么时代 你讲资讯爆炸 不是它的独油产物 可是不好意思 社交媒体 当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媒体的时候 资讯量才会更加的 直触上升的爆炸 直触上升的爆炸 带来是什么 人的注意力有限 人的注意力有限的情况底下 真相被模糊 我们只能依靠我们的情绪和观点 作为接受资讯的思维模式 而这个就是美国大学 我们常常讲的后真相时代 后真相时代 我们因为情绪和观点 这个东西就很容易 因为社交媒体改变这样的思维模式 它就很容易被当权者来进行操弄 因为在于像过去 我们这样过去 政府我们都知道这个报纸 它会是官媒党痛的 我们会比较小心 可是问题是在社交媒体上 它的头像可能是人民 你的警惕性会变得比较低 所以这是这一点 我对比起过去 而我们看到社交媒体 它政府在上面 它就更容易可以 伴受所谓的恐慌情绪 像印尼 它可以用过去历史 曾经洗血共产党 像美国 它可以用我们 对难民的刻板印象 甚至马来西亚 种族课题 从头到尾都在社交媒体 被政客操弄得如鱼得水 或许因为这样子 因为社交媒体 其实去量爆炸 让政府能够抓住 我们人性情绪的弱点 进行操控 这是第一点 更加不利于民主 反而更容易被操控 更况这时候什么 这时候有激进的人民 在过去 他可能不被认可 因为他的社交范围是小的 但是有了社交媒体过后 他们可以 就像你讲的 从世界各地论是别的恐怖主义 从世界各地论是极端的伊斯兰主义 问题是 这个主义的加征 只会让这群人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 而我如果不认同他 我最多是他的好友 我最多不要跟他交流 或许社交媒体提供了这样的便利 让我们阻断 更加阻断我们对话的空间 这是为什么这群人 他人两个 虽然声音变大了 但交流没有出现 交流没有出现 你在社交媒体 民主社会里面的共识 怎样达到 没有共识的民主社会 是我们要的吗 这种东西 它就很容易变成 多数人 只要我投票权的 就是对的 它就很容易走向民粹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 社交媒体它原本 民主应该是把剑指向政府 你以为社交媒体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发现 社交媒体反而让我们人民 把剑指回自己 指向那些跟你意见不同的人 更换话 我们讲的是什么 社交媒体做不到这件事情 只是让它退零政治 但我们重点是要看交易长期 好的 谢谢反方四变 最后 我们有请正方四变进行总结 时间同样为四分钟 有请 谢主席今天其实对方立场很简单 他告诉我了 有假新闻事件 第二个就是有更加 人们更容易去煽动人 并且造成不包容事件 可是他们讨论的只是说那个现象 他们有在比较吗 没有 他们只在告诉我现象 怎样说呢 我一一来解答 第一假新闻问题 假新闻为什么 是刚好跟我翻的这个资讯透明化 是对冲的 因为在我们主编稿说的 以前这个报纸被政府操控的时候 其实你那时候更悲惨的事情是 你不知道什么新闻是真是假 而社交媒体虽然说假新闻有点多 可是他冲起烂 只是让这个习惯浮出来 而且更重点是什么 我们今天全部人都在讨论假新闻的议题 所以你看到吗 人他已经注意到了 所以我们才从一系列方案告诉你说 Facebook他现在在测栏谱 操控大选事件过后 他们就已经开始做了这个 投犯政治管告 你一定要失明字 然后关掉了大量假账号 再来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玩牌是什么 市场机制 淘汰机制 比如说什么 推特今天他的用户是远远少过Facebook的 基本上只有八分之一 为什么 因为他在短短一个季度里面 他就被淘汰了五百万 他就少了五百万个用户 因为他们说 那个推特里面是充斥着假新闻和span的 可是Facebook却在增长 所以看到吗 如果真的是如同对方所说的 这个景象假新闻犯了到家 人们是不想去用它的 再来第二个 对方告诉我们说 包会更加极端的东西出来 所以我反至于第一点 为什么我反说一直要包容这一些生意 因为这些生意我们是要同时一起出来的 因为对方只是告诉我们说 更容易散播极端情绪 可是你有没有论证到说 他极端情绪有多到多过 那个正面的情绪 我来举一个例子好了 德国总统默克尔 他就在难民课题上 有一个难民小女孩问他 为什么你不放我进来这个国家 然后这视频传出去了 过德国总理就说 好 这样我就让难民进来 所以甚至到巴黎教堂被扫的时候 也是很多人捐权过去 也是展现了爱心散播爱 所以对方 你只是因为地去论证说坏的那一面 你又不跟我对比好的那一面的话 你只要论证到你的立场 所以再来 最后我们谈的是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 我们的民主真正核心 是在于说 这个自由平等 其实我翻的包容跟他包容的定义不一样 对方的包容是说 你在这个社会里面 你的那个意识 你的意识 你一定要接受别人的意识 你一定要去从各方面去看 可是我翻的包容的意思是说 你要使用有什么思想都可以 你想要有意识党的话思想也可以 你要有基督教的话思想也可以 你要争取 你要相信左派右派也可以 因为那些都是我们管纳入来的声音 如果真的太极端 有这个我们的那个多媒体机构去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个根本不是担心的点 那么其实我们这里真正 我翻明白是 我们的那个讨论情况 我们并没有说它是非常非常理想的 可是这一些声音出来的时候 那就是对我们的利益 怎样说呢 因为我们以后想要社会是怎样 社会 社交媒体它跟政府 因为人门槛低的关系 所以以前原本它不能够发声的人 它现在全部出来发声涵盖了 再来政府也能够从这个社交媒体得到民意 所以加强了双向沟通 这样的社会 我们要做到社会是一个 政府跟人民一体化的社会 怎样说呢 我给一个对比 以前邱吉尔他想要跟那个西特勒开战的时候 他根本是彷徨无助 因为他们那时候走的是精英制 投票上去 我就自己决定跟不懂人民什么 结果最后是什么 他要自己走到地下铁去问那些人 才发现人民都是很支持他跟西特勒开战的 他因此而开战 可是到了现代过后 他就可能不用走向地铁了 他现在是跟人 他现在的政府跟人民是可以直接交流 双下沟通的时候 那是我方想要的民主社会 好的 谢谢正方四变 至此所有比赛环节都已经结束 请评审们填拓评分表并交给工作人员 好的 现在我们有请评审们 投下本场比赛的决胜票 请在票卡上以画圈的方式 投选正方或反方 本届全变采取进阶版三轮投票制 即任何一方在决胜票中获得5比0或4比1的多数优势时 则由领先方直接获胜 除非评审以简单多数表决 要求进入传统三轮投票制 如果决胜票出现3比2的少数优势时 则比赛将自动进入传统三轮投票制 并以累积三轮得票结果为最终成绩 现在大会即将公布决胜票成绩 第一位评审林子杰先生 投给的是正方正方得一票 第二位评审 郑玉佩女士 投给了正方正方得一票 第三位评审 周天健博士 投给了反方反方得一票 第四位评审 王慧山律师 投给了正方正方得一票 第五位评审 香温汉先生 投给了反方反方得一票 综合决胜票成绩 正方得三票 反方得两票 由于双方都无法在决胜票中 取得多数优势 因此本场比赛将自动进入传统三轮投票制 现在大会恭请评选们上台点评 大家好 我说一下我队长比赛的判准 我把印象票投给正方 我觉得这场比赛是 这几天我看的比赛 我觉得算是比较好看的比赛 我不知道大家怎样想 这是我自己评的比赛 我觉得这场是比较好看的比赛 好看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双方变手在这场比赛 都有尝试去对对方的东西做拆解 然后我觉得那个拆解 其实有些东西在我这里 其实是有到第二层跟第三层的攻防的 我的判准很简单 我就看双方最后开出来的东西 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得正程度有多少 我认为在我的心中 我其实毫无宣念的 我认为正方的得正程度比较高 原因很简单 我觉得在正方的架构里面 他们首先设置的是 他们把民主政治跟媒体相关的那几个标准 他就只跟你讨论那几个标准 第一个是媒体自由 第二是人民的参与度 第三是透明度 所以他大部分的时间 正方的论述都停留在 媒体跟民主政治的相关性 那整场在我这里的观感 他的论述只要没有逻辑的矛盾 也没有不自洽的地方 他是比较容易制造那个观感的 相反的反反 我觉得今天比较辛苦的地方 是因为我认为 你们把民主政治的东西架得比较高 你们开始讲的东西是 哪一个跟核心价值更靠近 但是你们开始前面几个 前面几个层次 坦白讲 前面几个层次 我根本听不出 你们要打的 民主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只是很空泛的一种做法 就是所谓的比较包容的政治态度 可是这个所谓的包容的政治态度 跟你要论证这个社交媒体 不利于整体的民主政治 我觉得那个相关性是 还是有距离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正方对于你们这个不包容 你们大部分在导的 不包容态度的这个点 正方的处理是 他可以吸纳 在他的民主政治底下 可以吸纳各种的声音 也就是说就算这是社交媒体 所导出来的各种谩骂 各种针锋相对 我都可以去处理 我都可以吸纳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我认为反方 起码在他们原本的架构底下 给我证明了 从以前没有名 从以前没有社交媒体 到现在有社交媒体 人媒体的自由 从主流媒体到于每个人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 第二个东西是人民的参与度 当然我觉得正方没有讲到几个比较 我觉得具体的例子 我觉得如果你们在讲 关于投票率 以前没有社交媒体的投票率多少 我觉得可以比较一下 我相信肯定是提升的 第三就是透明度的这些东西 他们的跟民主政治这个东西的相关性是一直都存在 而且我觉得尝试在第二次的教练喊停过后 反方尝试用另外一种东西去说服我 其实我是有疑虑 我其实开始在等反方再给我第二种讲法的 你们讲的是正方证明的只是信息的传播速度 信息的传播变得多了 变得透明了 你尝试给他一个定位 你的这个东西对信息传播 可是你们没有意识到 你们出了这个东西过后 其实是有 是有在挑战我这个对他们的相信了 可是你们没有往下了 所谓的往下是什么 你要必须去打断 为什么这个信息的传播跟民主政治还是有距离的 没有 你们就是一句话 而他们往后在你们挑战过后 他们补上了 这个距离是什么 这个距离就是 他们对于民主的 你们一直很喜欢讲的 民主的核心价值就是自由跟平等 而这个自由跟平等就是人人有说话的权利 然后人人都出来投票了 人人都开始 从以前我身不关心政治到关心政治的 它正成的就是这么小幅度的变动 而这么小幅度的变动 对我而言在我这里的观感 跟民主政治的相关性的确比反方来的大 这是整场的观感 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好看的原因是在于 双方都有尝试去拆解对方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正方今天在这个东西做的比较好 是因为你们很勇敢的去吸纳了各种对方的讲法 所谓的吸纳就是我认同你 但是这个东西跟民主政治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谩骂 这所谓的假新闻对于民主政治不是一种伤害 我觉得这个很勇敢的承认是我觉得 承认了也可以逻辑之下我也可以接受这个东西 在民主政治要往前的时候 是可以被接纳出现的现象 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我这里是自洽的 反观我觉得反方今天就比较 我觉得你们对于假新闻的依赖跟最后假新闻 怎样造成对民主政治的伤害 对我知道你们举例子 可是你们举例子 首先我必须讲你们的变手 对于那个例子的诠释 对我来讲我觉得真的太 我听不懂 我真的听不懂 你们自己回去看录像 我真的听不懂 sorry你们讲话太快 我讲话已经很快了 可是我觉得你们讲话太快可是不清楚 第二件事情 再三变那点环节我开始听得清楚了 可是你听得清楚了 你有没有发现你们没有推进你们的推论 你们一开始的推论是比较大方向的 就是假新闻的出现 是开始导致人对选举的结果的不信任 开始质疑选举这个所谓 我们对于民主最基本的相信的一个制度选举 人们对于选举都开始不信任的 这种比较大方向的东西 你们没有推到那一步 你们回去看录像 你们完全就是在讲假新闻 然后煽动这个群人跟那群人 这群人不爽 这群人怎么样去攻击那群人 我觉得正方已经接受了我们吸纳 我们吸纳你们所有的态度 民主底下我可以接受各种声音 我就觉得感觉整场就已经 比赛是很好看 有交锋 可是我觉得反方一直卡在这里 就是正方一直吃着你 可是你们好像没有感觉 这是我的观感 然后我可以听一下其他裁判 对于他们的观感 这是我判我的第一票的原因 然后因为3比2买继续进入 我不懂我的分数在谁上面 然后对于分数来讲呢 我是觉得 我给双方队伍 因为今天这是最二场比赛了 你们接下来要进入决赛圈 因为我觉得进入决赛圈呢 大专辩论要有大专辩论样子 你们打比赛要有打比赛样子 就是不是你吼的越大声 裁判就约听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 回去看录像 大家知道就讲改进就好 因为大学生跟中学生不一样 中学生他们见识 不比你们多 认识朋友 没有在真实社会生存过 然后你们现在是比较不一样 你们是成人赛了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你好好说话 真的会比较容易让我听你讲话 你大声吼我 我也不懂你要吼给谁听 你又自己讲得很喘 你回去看录像 你们就知道 我觉得我要特别加讲一下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 今天的辩论方试试 而且讲的话很多 对我来讲 很有道理的话 都来自这位辩手 是我觉得正方二辩 我觉得你讲的话 是有条有理 而且是重点的 对我来讲是重点的 当然如果你要进步的话 你的论述要再更强一点 对于你的点的论述 因为你们讲 我可以论证给你看 可是你没有论证 你后面没有讲 我给你数据 你后面没有讲 可是对方只揪了一次 我就让你过了 就这样子 以上是我的观感 谢谢 谢谢 我觉得林子杰先生 他评述得很好 他说了很多一些 我本身也是有同感的东西 所以这样我就不用 这么长篇大论 那么我提一下 为什么我会选正方 我很抱歉 我没有看你们之前的比赛 我也没有办法说 这场是最好的 还是不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我来看的话 当然我会有一些期待 也会有一些 希望看到那个水平的提升 因为在现在辩论赛 这么普及的当儿 还有这么多的表演赛的当儿 我们会希望就是 辩手们也看过了 很多这样的录像带 应该会有一定的风度 还有一定的台风 甚至是在发音这一块 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加强努力 只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正方二边 你刚才会突然间 说了一句英文出来 然后我就觉得 那句话其实对你整体的表现 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所以这一点可能可以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办华语辩论赛 除了在思维这方面 思辨这方面的提升 我们也希望在语言能力这方面 也能有很好的一个风气 好 我要谈一下 其实当一开始 我拿到这个辩题的时候 我会觉得 一个第一印象 这个辩题其实对反方 是比较困难的 OK 这辩题对反方的确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但是所以当如果反方有一定困难的话 其实在我评分了当儿的时候 那么同情分 我是会先给反方的 OK 你们其实就会有一些同情分的优势 然后就到时候就看你的正方 你们怎么去打了 因为我觉得单单是这么看 可是到后来 本来一开始变的时候 反方 正方一开始理论 他们也的确他们有做他们的工作 反观反方 就如上林先生所说的 你们在立体方面 理论这一方面 就真的我觉得是有点走错了方向 相当可惜 相当可惜 所以到后来你们在变的时候 你们非常的吃力 你们在变的时候 为什么会非常吃力 因为你们没有很好的破题 你们也没有很好的建立 你们的一个理论架构 在一个更大的基点之上 因为 其实如果大家真正明白 什么是社交媒体的话 其实社交媒体 它其实也是一种媒体 它跟以前的电视 报纸 那些 其实也只是一种传播的工具 只是现在在普及化 它比较容易普及化 可是普及化并不一定有力 它不一定有力 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一些分开出来 就是当一个工具 如何有力 如何无力的时候 它其实建立在它的那个 context 它就是在它的基本架构 那边 这是什么 民主制度 OK 民主制度 当我们说是一个制度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 它的成熟度 在哪里 所以当它 当这个工具有力的时候 你要看用的人是谁 用的人如果够成熟的话 民主制度够成熟的话 它就有力 其实这个是我 我很期待 在你们这边弹出来 我也很期待 你们在这里提出来 就是当你们可以把题目 破得比较清晰的时候 你们是建立在一个 比较大的层面上 变的时候就不会这么辛苦 所以你们变得很辛苦 再加上他们已经有立场的优势 所以就变成 我很想给同情分 但是我给不到 因为的确就如林先生所说 你们过后一直在讲例子 例子 印尼的例子 各种各样的例子 情绪什么什么的 OK 很容易就被对方给垮下 为什么 因为你们没有建立在一个 比较稳的根基之上 就好像当人家说 他们夫妻很喜欢吵架 他们夫妻一直在吵架 那我们说他们吵什么 他吵他没有挤牙膏 他吵他没吃饭 他吵什么都吵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 他们为什么吵架 那么解决问题办法应该是 夫妻为什么吵架 我们解决他 所以现在回到这个 刚才只是一个类比 所以同样的回到这个 context的时候 社交媒体为什么有利 为什么无利 因为你要看回你的 民主制度 很可惜的 在民主制度这方面破题之下 正方也做得比较完善 很可能你们就是 真的很急于的 要把 我听到你们最强最强的重点就是 假消息啊 操弄啊 所以你们一看 你们都一直在打着例子 你们都在打着一些 很片面的事情 但是你们没有讲到 根基在哪里 根基就是因为 民主制度的不完善 你可以就很大方地打回去 对方便有 在民主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之下 一个工具如何能变得有利 我相信他们要回答你 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要花很大的时间 因为举凡 看当今这个世界啊 有哪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 很完善的 你说美国很完善吗 你说马来西亚很完善吗 我不这么认为 我都不这么认为 还有很可惜的就是 当对方提出一些 我忘记是三遍还是四遍 他们在提出来的时候 很多论点呢 其实是可以驳回去的 你们没有驳回去 因为你说 当假消息越来越充斥的时候 郑芳他反而说 放心 当假消息越来越充斥的时候 是没有人要用社交媒体的 你们应该马上追着来打 如果没有人要用 他如何对政治有利呢 如何对民主政治有利呢 这样子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本来他说这样除况的时候 我就哎呀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谬误 然后后来你们也没有打 那不好意思 分数就要归给他们了 做错事的在他 但是你没有纠正出来 所以我刚才要提的一点就是 我来到第三遍的时候 我才听清楚 你们的那个立场论点 他有谈到一些制度化的问题 他也有谈到一些 就是操控制度化那些 但很可惜的 就是你没有很清楚地 把它再带出来 你没有很清楚地把它再带出来 然后继续伸延 的时候 我会觉得 同样的 那个分数 又是归于正方 其实我真的不是很想给你们的 但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哎呀太可惜了 真的是太可惜了 我就 就还是觉得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票数呢 就应该要给正方 还有我要讲一下截变 不好意思 我要讲一下截变就是 其实我讲的一开始 正方他赢 他没有这么强 然后到后来 OK反方 然后后来我又改变主意 然后我就讲OK 我给回正方 就是在截变的时候 我觉得为什么 正方的截变会做得比较好一些 就是他并不是在忙着 反驳对方的立场 他有做回他立场的总结 就像他讲的 我们 我也是上了年纪 所以我不是很记得 所以你的 你的那个总结 再陈述一下你的那个立场 是很重要的 OK 也许他们的确有事 这个当做一个学习 一个分享 请不要误会 我大家 大家都一起学习 或者我也可能有说错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小总结 这个归纳的这个能力 这个归纳的能力 在总结这方面 是相当重要的 然后还要讲到自由变 自由变 其实我在看的时候 我觉得 正方 你们的那个手法 的确是受过训练 难听一点 讲就叫有点尖 OK 所以的确有点尖 就 他一直给你们牵着鼻子走 反方一直给你们牵着鼻子走 然后很可惜的 反方你们也没有 赶快跳出来 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很忙于在回答 不过同样的 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情况出现 你知道为什么吗吗 一样的 你的架构没有好来 他问一个东西 你有一个很强的架构 跟论述打回去就可以了 啊这样 民主制度不成熟的时候 怎么办 打回去 给他回答 所以不管哪场辩论赛 都好 辩论员 你们打到题目 真的不要只是单单看表层 然后很忙着去找数据 美国啊 英国啊 印尼啊 数目啊 然后几巴仙啊 几巴仙啊 什么巴仙啊 一大堆 这个比赛不是在表 我有三个数据 你有四个数据 OK我赢 我的是70巴仙 你的60巴仙 OK你赢 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在逻辑思考之上 谁是比较能让人幸福的 谢谢 谢谢 刚才玉佩一开始 说他不要长篇大论 但实在说了很多 这个就是辩论员的特色 那我更何况说 辩论员加上又是老师 像我这样的话 可能会说得更长 所以我不敢说 我是长篇大论 会不会长篇大论 幸好就是最后一场比赛 这过后就没有其他的比赛 我用长一点时间 可能也没关系 希望是怎么样 这场比赛的确是不容易判决 一开始我觉得 在双方立论的时候 是相当 可以说旗鼓相当 可是从那个议变 立论过后开始 在进入自由辩论之前 其实我这个判决 还倾向给正方的 因为正方在牵动着反方 不断地去回应他们的 这个立论的同时 他又能够相当有效地去反驳 反方提出来一些推论 可是从自由辩论开始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那个市马上转了 其实在大概三遍小节的 那个反方三遍小节的时候 开始看到一些转变 然后在进入自由辩论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说 他整个厂上的这个市 又倾向于说 到了反方那边去 那么这样的一个市 一直维持到说 那个节变 就四遍总结过后 所以这一个情况 就是一开始是正方站 可是后面那个部分 是那个市回到了反方那边 这是我对厂上 这个情况的一个判断 那么看看说 这个双方在立论的时候 是怎么样处理的 正方主要是谈说社交媒体 它对于说民主政治的功用 三个方面 带来媒体自由 鼓励人民参与 然后能够促进这个信息交流 包括说政治论能够 直接和人民对话 那是三个部分 反方他觉得说民主不能够只看制度 他还要看民主的价值 特别强调说包容 还有多元这两个价值 然后说这一个社交媒体 不利于说这一个民主价值的提倡和保留 好 这双方利论的方向 然后再进入那个二变三变 就是咨询还有对话的环节的过程当中 正方开始他其实有相当好的回应 说反方提出来说 网上这个假新闻传播的速度很快 他们也提到就是 今天你看到假新闻传播速度快 不代表说网上假新闻的量 就比那个真新闻的量还要多 也就是你看到它传得快 但是实际上总数来看的话 这一个可能是真新闻的量 还比假新闻来得多 然后他们特别强调说民主的这个发展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所以今天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我们都能够有一些机制去纠正它 比如说社交在面子处上的这个审查机制 然后可以带进法律的管制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在社交媒体上 其实不只是说仇恨罢了 也有散播爱的这一个一些举动 所以在反方那一方面 就很多时候只能够就不断提出一些例子 你看这个有这一个 比如说香港反送中的这个例子上 大家都在各自的同温层里头 他不能够把这一个例子 再扣回他们之前提到的说民主的这个核心 是要鼓励包容和多元这一块上 所以在论证的过程当中 比较留于说抛出例子 另外一个就是 交锋点在于说这一个反方提到 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操控 导致说印尼这个左科威的支持率下降 甚至中万学到最后背叛 这一个亵渎宗教 那么正方的回应当然说相当不错 他说你这个只是揣测 说他这个左科威的支持率下降 只是基于说社交媒体上的渲染吗 还是说有其他原因呢 所以这个其实相当好的回应 那么厂上除了说这个例子之外 还有相当多正方反方提出来的例子 都有这样的问题 大家会提到说网上出现一些现象 或者说出现一些现象 可是这个现象和他的这个 后来的结果和你的推论 怎样证明它的那个关系 我觉得例子的相关性 是大家在双方在应用的时候 一些手势会忽略掉的 所以除了刚才那个左科威的例子之外呢 另外一个我所记录到的例子 比如说在正方的事变家小吉的时候 他说网上也有这个三不爱的这个举动 比如说那个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的时候 很多那个捐款都进去了 那么这一个你要把它完全归纳到 说是社交媒体的功劳吗 或者更进一步说 这一个和民主制度的关系在哪里 也就是说今天社交媒体有很多功能 但是我们应该谈的是说 和民主制度有相关的一些例子 另外说那个难民小女孩在社交媒体上 上传了一个视频 然后德国总理就让她入境德国 那么当然德国总理做这个决定 是纯粹基于说社交媒体上的这一个 一个视频然后做这个决定 还是有其他的考量 所以说同样的说这样的例子 在论证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帮助到你的论述 你必须要很实实 每个时候都记得 你今天要在论证这个变题 今天变题什么 今天变题有几个重要的概念 社交媒体普及化 然后这个民主制度 还忘了大家就想 双方都没有出了一个说时代 那么今天这个变题当中 社交媒体普及化时代的时候 它要谈的其实不只是说 社交媒体这个本身的功能 而说社交媒体普及化过后 对整个社会所带来影响 它造成一个怎样的时代 所以今天双方在这个部分上 尤其说在正方 它很从始至终都在强调说 社交媒体上的功能 然后会想一些方法 想一些论一些说法 去说上面一些负面的功能 我们可以加以纠正 可是这个整个时代 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就是说到后来自一边开始 为什么我觉得说我把那个 譬如后来投给反方 来说 反方所刻画的这个画面 比较能够看到说社交媒体 普及化时代 人们的行为 人们的想法 受到了什么影响 那么这个想法 行为对于说民主的这个核心价值 有什么伤害 我觉得这个是在我场上 今天我的判决 从由正方转向反方 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 你说整个社交媒体 普及化时代 到了自由变开始的时候 反方比较成功地 刻画出那个画面 而正方他在自由变的时候 很多时候只是在 不断地回应说 今天社交媒体上出现的问题 你可以怎么去纠正等等 他忘了把他这个主要的理论 回到那个 说媒体自由 信息开放这一方面 他比如说整个整场自由变 他很多时候在回应 所以我们看说 场上自由变 那个交锋的时间 到最后 反方剩下的时间 超过30秒的 因为正方很多时候 就忙着说 回应反方的问题 忘了推展自己的那个立场 来要反方回应 这是一个相当明确的 相当明显的一个指标 就是时间 自由变 剩下的时间一个指标 到最后说 在截变的时候 同样的 反方截变 其实把他们本身的 整个路线 很好的再推出来 这点是我想 我和玉佩不同的地方 我就说 因为其实是到了 反方的事变 才能够 很好的把整个 所谓民主不只是要看制度 但是你还要看出 那个价值 这个路线 然后再看说 社交媒体怎么样去 伤害这个核心价值的时候 这个整个路线 才清楚地呈现出来 这是场上交锋 另外一个就是 刚才其实 其他的评审也有提到说 场上语言风度 的确 我必须直接说的 就是反方在这方面 必须多加改善 其实很多肢体语言 比如说你把手 双手交叉 放在胸前的话 这个是一个 场上会觉得 你不准备交流 这是一个比较 防御性的 这个姿态 那么这个对于说 促进交流 其实是没有帮助的 然后有些时候 可能不经意 脸上露出一些 蔑视对方的表情 这个是 也要注意的 这一个 当然我不是特指 说反方 这个可能 正方那方面 有些变手 场上突然就出现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好像在蔑视对方的 这种表情 这些都是可以改善的地方 然后刚才提到说 例子恰不恰当 这个我觉得 大家都要注意的 然后有些时候 可能一些辩论技巧 在 比如说 反方在反驳说 民主不只是看制度的时候 如果你只看制度 是不是说 朝鲜就是这个 最民主的国家 那么这个 它纯粹是一个 为了反驳反驳的 这个例子 那么大家都知道 朝鲜它不是一个 民主的国家 它根本没有 民主的制度 而反方 正方要说的 民主的制度 当然不说 有那个次序 有那个法律规范 它要说 是个民主制度 所以你要用 例子反驳的时候 请确保 你用的一个例子 是比较合理的 一个例子 就像刚才 评审所说的 这是一个大传奇的辩论 我们不是说 强调到最后 变成一个 一个纯粹技巧上的 反驳罢了 然后在字眼的应用上 可能一些时候 也要注意 比如说 对方的技巧 非常狡猾 那么这个基本上 算是一种 人身攻击 其实规则里头也提到说 你不能够做 人身攻击 那么这个针对 对方的 对方的技巧 很狡猾 应该避免 另外一些口误 比如说 这个首相署 这个部长刘 刘宇强 好几次被 说成刘国强 这个也是应该要 要注意的 除了刚才 突然间冒出来的 这个英文词 会说 propaganda之类的 这些都是 可以改善的地方 那么点评到 手里面 谢谢大家 大家好 今天这个题目呢 我感觉上 有一点 就像刚才 我的同事们 说的 比较有一点 偏向于 有利于正方 它就有点像 我们可能在 1910年代 如果有一个辩论会 那个时候辩论会的 那个辩题 如果是 汽车普及化 有利或无利于 现代社会 这样子的一个 辩论题目 所以我觉得 它是一个 双刃剑 社交媒体普及化 我的概念 因为我们做评审呢 基本上是 把自己的主观 放到今天的 评审议题上 然后再让 这个赛场上的辩手 说服我们 所以我觉得 这个题目的 题目来讲的话呢 它基本上就是 比较有利于 正方 可是 我想提出几点 就是在正方 在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呢 你们有提到说 社交媒体 它基本上一个 是一个资讯的 创造者 然后你们也有提到说 青少年参与 网上政治 它让更多的青少年 参与网上政治 我其实有期待 反方有提说 它既然它让更多的 青少年参与 网上政治 那是不是更加加剧了 这个两极化呢 我所期待的 可是我没有听到 这方面比较有效的反驳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 在这个主题方面 我就不太再加深进去讲了 因为刚才我的同事们 都已经很精准的 就是跟大家分析了 他们的概念 可是我坚决的 就是反方比较弱一点 或者是可以加强的地方 就是你们要表述的东西 必须再用简短的 更有效的文字 还有句子 来向大家在有限的时间内传达 我觉得你们有很多东西要说 可是不能够有效地 打进我的心里面 不能够让我有效地 接收到你们要说的资讯 所以呢就 无形中分数就会变得比较少 然后其他的 可以我再讲一下 我今天不打算讲太多 然后还有一个 比较危险一点的利润 刚才就是讲 当正方问到反方说 那你们今天是不是觉得 没有社交媒体 会不会比较好呢 我听到的答案竟然是 是没有社交媒体会比较好 我觉得这个正方 应该可以再继续地攻下去 因为今天的变题 不是有或没有社交媒体 有利或无利于民主政治 而是社交媒体普及化 有利或无利于民主政治 其他的 刚才我想问就是 反方你们的总结 有提到说 一个例子就是 新加坡独裁国家 这个是 你们自己提出来的一个论据 还是 因为新加坡独裁国家 这一个句子讲出来 我觉得有一点吓到 他们 不是一个独裁国家 如果你要讲独裁国家的话 也许朝鲜中国是 可是这一点呢 我就没有听到 正方提出来反驳 在总结的时候 另外 对 刚才我要讲 就是 我可能要分享 就是以法律的角度来分享 就是解释给我同事听 为什么他们很喜欢用数据 因为大家都是法律系的学生 对 所以我们都讲数据 所以 可是在辩论场上呢 数据不是一切 我们要当下的临场发挥 看对方提出来什么 然后我们有效地把它打回去 这样才是比较正确的一个方法 谢谢 有博士有律师 我读得书少 我讲下场上 我听到什么 这个变题 虽然大家讲 社交媒体普及化时代 有利于民主政治 不利于民主政治 感觉上正方上比较有利 正方今天也参加 这次势头势度跟你讲的是 你宁愿要有媒体 还是没有媒体刚好 在个独裁政府控制底下 比较好一点 还是现在我们有 言论自由比较好一点 它在这个优势底下 可是这变题 其实真正有另外一种解读方案 就是某一种时代 也许对搞政治就是不利 哪怕你搞独裁政治也好 哪怕你搞民主政治也好 你想搞政治 其实就是不利的 就是没那么容易的 我觉得反方有 似图隐含这个概念在里面 可是我觉得表达不很清楚 但是我接受到了 我解释一下这场比赛 我的判准是如何来的 第一 正方今天开出的架构 是试图跟人家讲两件事情 第一点东西是叫做 增强监督和问责机制 第二点东西告诉你的 是提升人民的参与度 好 这点东西 其实反方提出的东西 就是另外一条路线 它可以讲东西是 现有的大媒体时代的特色底下 制造很多假新闻 以及信息水平化底下 很容易加深了激恨的情绪 以及同温成效应 好 这两个论点展开 走下去以后 其实在二边咨询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东西是 打到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效果 就是二边或三边的时候 正方其实试图要论这东西 叫做提升透明度 或者是提升整体 在立执政或者制度上面的一些效率 但跟民主不见得有直接的关系 这点其实反方在试图打这点的时候 我是觉得反方是碰到了 甚至是有已经加定论 我没有听到正方有更进一步的解释 为什么效率 透明度 与政治有直接关系 反而反方在这一步是 就是往下跟你讲 就是有透明度 但是如果透明度底下 你这个制度收到的资讯 是什么样的资讯 会不会影响你对整体的 是走向民主 还是走向什么一个更不好的方向呢 还有试图往下打 所以他讲真正的关键在 透明 制度 效率 底下的包容和多元 那才是变得要谈的 好 然后这里 反方试图把今天要谈的民主要什么的政治 那个所谓的架构 和试图谈的主题强下来 那往下进去打 也就是我觉得很奇怪的东西是 反方试图在这部分跟你们讲是 你们整个架构谈的效率是什么 你们没有要试图去挤这个帽子的 到后面也没有试图要挤这个帽子的 然后你们就进去谈他的架构 跟他谈说 来 我们谈 有没有新闻假新闻这么多 假新闻这么多我们要怎么样办 或者是有没有包容和多元性 你们就往下谈了 好 那我们就往下谈 因为虽然反方抢到这个语境 不等于你们赢了这样的比赛 你懂吗 其实是你们得证得出 这些东西跟民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又或是怎么是不利于民主 那我们要谈 新闻这件事情 假新闻这样的比赛 这个点在这样的比赛当中 我觉得是怎么样了 怎样呢 我觉得读数据的话呢 双方都有数据 没有人见得有比较大的优势 往下来谈 正方的讲法是 假新闻比较起来的话 第一 我们有很多的机制 会删管假新闻 这是第一个东西 我们会进步的 会block假新闻的 第二种反驳方法就是 你要乱假新闻了 要不要比较一下 如果今天是独裁政府的话 那会不会更多假新闻 你们往下这两条方向去处理 可是这种反方在这里的时候 有几个方法去解答 第二种是 论假新闻 你讲可以block 现实底下 是能够block的话吗 他举出很多数据 很多例子去证明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种东西 双方都有一个论证责任的 就是 如果你认为假新闻这么多的话 你又认为假新闻 其实可以block的掉的话 这样你们就给我抢 看谁可以赢 那我觉得这个情况底下 双方都没有站到特别大油的时候 他给你感觉就是 确实现在的新闻底下 是有很多假新闻的 真的的话我不确定 可是确实是有很多假的 也许有人在block 可是block不完的 暂停在这里 但这东西等不等于反方赢 还不一定 我们再往下看下一个问题 那往下看下一个问题就是 有很多假新闻了以后 这样你们就会开始问了 这样是不是所谓的 有独裁者的世界会更好呢 所以你们自由变化小 问的问题就这样子 这样子你是不是宁愿往上面 不要爆出所谓 那个养牛事件这样子啊 要不要控制媒体更好呢 可是这种事情 其实我觉得反方赢 虽然没有在自由变 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不敢正面的 回应这个问题 可是其实在前半部 尤其是我觉得在截片后面 就是有解释性的概念就是 社交媒体过度于管制而控制 绝对是不利的 可是如果社交媒体 没有管控于管制 那绝对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然后这里说 我觉得假新闻这种事情 给我感觉到一个点的时候 我没有觉得双方 占得特别大力 但我觉得确实存在假新的问题 管制确实很难被管制 好 这个点直到这里 没有往下进下一步 可是这一点归属谁比较有利呢 归属反方比较有利 因为某种情况底下 你已经震得成 其实很难被管制 甚至是有很多假新闻存在 但一定和民主有关吗 我们再往下看下一个东西 好 下一个东西是关于 包容与多元度的问题 正方其实今年到后面的时候 尤其自由变后半段 我觉得就是为什么 我和周博士有一样的看法 就是我觉得自由变后半段 我开始票倾向于反方 前半场我无用之意 我票在正方 可是到后半场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在试着 这个变体的好处 就一直跟他说 哦 什么新闻是假的 多就好了 你有没有意见极端吗 包容就好了吧 就包容下来 可是 包容下来干嘛 包容下来干嘛 你们打东西很简单 一个民主社会 就是要多元声音 反正好坏我都包容 可是我觉得到后面的时候 反方期待自由变 虽然我感觉也是没有在试图 对方论证也没有自己解释的特别清楚 我是觉得自由变和节变加强 它表达概念很简单 就是 一个社会声音多元是一件事情 可是这个声音的多元 是不是一定毕竟走向去民主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你多元声音搞到是人与人之间 只有声音大 人人能说话 但没有包容 走向两个极端 这个是一个民主要主的社会吗 他从这里进去就跟你诠释其实真正民主要的是什么 但我不需要讲很可惜的是 这个事情如果能够早一点出来 其实这样比赛的局势我觉得会 比较明显会帮反方站起来比较大优势 可是我老实讲 我不觉得反方今天甚至要节变 有讲这个概念讲的非常之清楚 为什么一定是不利于 可是真的我接受到这个概念了 正方到最后的时候 我觉得比较可惜是你们还是停留在你们舒适区 反正就包容嘛 反正就接受嘛 我不怕你极端了 来 包容 然后呢 对民主的利益是什么呢 为什么有利于民主进程呢 后半部的解读 我就没有听到更进一步了 虽然比赛对我来讲 其实 正方对于反方的立场架构 一开始已经把它归纳为 只要透明度与效率 正方放弃自己架构 不难 可是我不扣你们分数 因为你们进去打他的架构 到底有没有新闻问题 有没有所谓信息最怕有没有更包容更多元 可是在打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调假新闻越来越多了 是不是有助于变得更包容的多元 我觉得这里 存疑立反方一点点 可是往下谈东西是 声音多了 我包容数的东西一定更好吗 他们已经论住了 极端化 个体主义在这个社会底下 在多媒体时代底下 我可以选择我要听东西 更加极端化 这件事情我觉得确实按对方 按双方间开座命题来讲的话 比较符合了反方间要推论的结尾 所以我觉得双方打下去的时候 这样比赛很难判 确实很难判 所以我很庆幸这三票制度 所以到最后我的票数 未必啊 未必在反方 也未必在正方 OK 不过重点是 起码可以看得出 这样比赛不是一场 那么容易平的比赛 因为双方都没有做好自己本该要做好的工作 仅次谢谢 感谢评审们的金玉良言 现在我们有请评审们投下本场比赛的中选票 请在票卡上以画圈的方式 投选正方或反方 回顾本场比赛决胜票成绩 正方以3比2暂时领先 在公布分数票之前 这里有一项说明 若分数票出现双评分结果 大会将根据自由辩论环节得分 较高分者得一票 若再出现得分 大会将根据利论环节得分 再看总结环节得分 较高分者得一票 若总结环节再出现评分 则判定该评审的分数票 和其决胜票为一致 现在大会将公布分数票成绩 第一位评审林子杰先生 正方85分 反方80分 正方得一票 第二位评审 郑玉佩女士 正方93分 反方85分 正方得一票 第三位评审 周天健博士 正方90分 反方92分 反方得一票 第四位评审 王慧山律师 正方99分 反方88分 正方得一票 第五位评审 香问汉先生 正方83分 反方79分 正方得一票 综合分数票 综合分数票成绩 正方得四票 反方得一票 最后大会即将揭晓中选票成绩 第一位评审 第四位评审 第四位评审 王慧山律师 三轮投票结果 大会正式宣布 正方马来西亚 敦胡仙翁大学 以10比5的总票数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恭喜 同时 本场比赛的最佳辩手为 反方四辩 肖小柔同学 感谢